看片前记得like,share,subscribe,我们新城财经台YouTube channel 今天技术教室和大家讲200新号国际发展 涂就2022年5月初开始的 当时三条平均线是倒序的 7月14日三条平均线出现顺序了 但是股价不见升得很多 8月8日三条平均线倒序 但是股价也不见跌得太多 9月27日三条平均线又一次顺序了 股价也不见升得多 而且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现了顶贝时 股价就向下走一趟 如果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走势 10月28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但是股价不是跌很多 因为已经跌了很多 股价反而慢慢慢慢上升 11月30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接着去到12月初的时候 甚至连9月尾段的高位都升穿了 这里形成一个圆底 我们再看下方的MACD 早就在11月中上下已经升回到零线之上 再加上有三条平均线顺序 形态圆底 升穿颈线 所以股价冲一阵上去 去到12月中打后有一个回吐 但是在2023年1月初的时候 再次升穿了12月中的高位 这里又形成了一个小的圆底 1月9日有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带领股价冲多一阵上去 但是顶贝池出现了 顶贝池出现了之后 带领股价向下走 但是跌势都是以反反复复为主 直至到2月底 MACD终于落到零线之下 3月10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股价就持续向下走 5月2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过多几日 甚至连3月底的低位都跌穿了 这里形成一个圆顶 跌一浸下去 出现了底背池之后回稳 现时14日RSI50流上 MACD也刚刚上回零线之上 但是三条平均线仍然未能够顺序 如果它能够顺序的话 4月形成的圆顶就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了 甚至可能会挑战更高的水平 因为如果三条平均线都顺序的话 有三个利好的技术指标 包括14RSI和MACD 所以如果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的话 我相信它有能力试一试条100天线的水平 我相信是否有没有水平均线的水平均线的水平均线 又有没有水平均线的水平均线的水平均线